接下來的題型叫做 物據等於相距 我在鏡子前面三公尺 拿照相機要拍清楚鏡子裡面那個人 要對焦幾公尺 物據會等於相距 我離鏡子三公尺 就表示相離鏡子也多少 三公尺 所以 那 我離鏡子三公尺 鏡子離相三公尺 那我跟相距離幾公尺 六公尺 所以 我要對焦在六公尺的地方 而對焦清楚 這在考物據等於相距 這在考物據等於相距 OK嗎 好 來 這是有移動的 移動的時候有一種人是動鏡子 有一種人是動人 有一種問題是說 我希望相距會變成多少 看他怎麼要求 怎麼寫 反正做法就是物據會等於相距 現在我離鏡子前面兩公尺 把鏡子往人靠0.5公尺 請問你 人跟相距 人跟相距間變化幾公尺 還是就是那個物據會等於相據 27 27號 C 我當我把鏡子往人靠0.5公尺 物據就少了0.5公尺 物據會少0.5公尺 相據也會少 所以兩個合起來就總共少掉1公尺 鏡子向人靠0.5公尺 物據少0.5公尺 物據少0.5公尺 相據也少0.5公尺 所以左邊少0.5 右邊少0.5 合起來總共會少掉1公尺 所以人跟相的距離會減少1公尺 我站在鏡子前面5公尺 要使我跟我的成像距離是6公尺 距離人要1起公尺 人要1起公尺 這個人不在 4號沒有 6號是不是也沒有 2個4公尺 10號有嗎 10號 1 給你這個4號 5 我跟 我跟陳相要距離6公尺 物據加相距合起來6公尺 物據等於相距 所以物距只有几公尺 物距只有三公尺 我现在是五公尺 要变成三公尺 所以要移动两公尺 往前靠两公尺 所以答案就选B 这些就是在考物距等于相距 就是讲过了 我们考平面镜的成像性质 有人考成像性质 有人考左右相反 有人考物距等于相距 那最前面考的叫做考反射定律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练习 后面我们看要做视野的事情 等一下再说 OK